現在大家研究目出現的就是聯合國人權委員會 Human Rights Council 他們有一條議案 這個議案已經通過了 不過我有興趣和大家看看哪些國家反對這個議案 這個議案就說要由實際 全球呼籲用實際行動來抵抗種族主義 種族之間的discrimination 即是限制 sinophobia 即是怕其他種族 以及不能夠容忍其他民族 這個議案很清晰 希望大家人類是命運共同體 不要因為別人的國籍或種族 予以歧視 這個很清晰的一個人權的宣言 當然現在接受了我們有興趣看看哪些國家是反對 反對是紅色 放大一點給大家看看 放大一點 這邊有這個數據 有チェスニア 法國 法國會反對 有德國 是反對的 有黑沙南的Montaguaro 然後這邊有 倫德蘭 荷蘭 波蘭 數下來 然後有烏克蘭 烏克蘭 然後就是 United Kingdom of the Great Britain and North Ireland 即是英國 最後就是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美國 我們看到反對的全部都是白人國家 這些國家 反對種族之間 互相可以引讓一下 互相可以一起生活 Tolerance 反對Intolerance 反對Action Against Intolerance 大家看到了 他們一口說得很好 但在行動上 連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 標誌性的決議 都不肯贊成票 要做幾個反對票 另外看看 就是不投票的棄權票 有芬蘭 日本 這些 他們不同 接著有 Lifania 葉桃苑 還有 Luxembourg 這個是什麼 盧森堡 那邊有 Marshall Islands 這邊有 Republic of Korea 南韓 還有一個 Erger Skersten 我不懂 大家看到這些國家 大部份國家都贊成 人與人之間 何必要對人有discrimination呢